大家好,今天的新闻当然是新鲜月辣 习近平和拜登第一次,即是双方很多第一次 拜登做了总统之后第一次面对面跟习近平谈 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又是第一次跟拜登谈 也是二十大之后第一次出访,很多是第一次 所以今天当然是新鲜月辣,刚刚起完就立刻跟大家分析 不过这里先拆开两件事,很快而已 第一,我们的观众、粉丝好东西 因为我上次讲其中一个是讲到广州的海珠区 我口快就讲到珠海,有些人立刻点出来多谢 应该是海珠的,海珠区 另外一件事就讲到今天习近平和拜登的聊天 因为这件事是趣味来的 在国内都引起一个小小的争论 什么叫争论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次应该叫习拜会还是拜习会呢? 按中国的,因为他这次经常说,中国是仍要去跟拜登见 所以应该习近平先,但是拜登中文也叫拜 那变成习近平去拜会别人,与病也好,与相关也好 还是拜会习近平呢?即是美国总统拜会习近平呢? 虽然这一个只不过是一个趣味或者是一个所谓天秘质 刻刻就反映了今次这个中美全世界夹实的高峰会 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了 其实大家都预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特变的 因为双方都说明了,尤其是美国已经放风了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联合公布,联合声明等等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大家试着气氛 不过值得注意的,大家有没有发觉今次是三个会议 国际会议是叠在一起,即是很短时间,包括朱二十 明天这个正式揭幕的朱二十 跟着较早时候已经开了的东盟十加三,李克强出席的 跟着马上的又会是APEX亚太经级组织的会议 三个走在一起其实反映了一件事 中美之间其实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里面 大家在抢盟友,大家在抢盟友,你看拜登都是这个亚洲之行 跟着习近平出来,现在有很多个多边会议里面的双边会议 就陆陆续续又有消息出来,大家看看 习近平今次去之前,除了说重头戏和拜登峰会之外 还有他将会在今次行程里面都会见法国总统 大家看看,早前已经德国总理索尔茨去了北京 虽然穿一箱全封不过夜,他一日就这样议了 现在法国总统又跟习近平谈了,换句话说欧洲里面的三大强国 中国已经是德法和大陆接触了,现在只剩英国 但是英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这么差呢? 中国现在暂时要把它放在一边 老实说,这一个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 因为有人说,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拉下英国的话 某个程度上是有助于中国去拆解西方合中连环 但是中国现在的策略或者过去的惯性就是说,见高就拉扯 因为高起点,江泽民当时都是这样的,高起点就上升得快 见低的就是踩的了,所以这个对英国的策略到底是怎样呢? 这个就是有待去观察了,所以这次习近平又选了一个南美国家 就是阿根廷了,为什么呢?因为南美两个很重要的中国伙伴 一个就是阿根廷,一个就是巴西,早前巴西就大选了 基本上巴西就是美洲里面最大的一个普遇国家 而这件事很多年前大陆那时候还是曾庆红做国家副主席那段时候 就已经在巴西做了很多功夫,所以巴西是浦语国家里面最大或者最强 就是很多年前已经跟澳门,又涉及到讲我的 跟澳门已经有一个中国与浦语地区的论谈就在澳门举行了 每三年一次的,好了,再看这些是习近平出访之前的公报 现在发觉又有些可能外国宣布了中国是未曾证实的 就是包括澳洲总理,澳洲和中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相对是紧一点的了 澳洲总理就刚刚跟李克强谈完澳洲总理的阿尔巴内赛 跟着呢,日本岸田文雄,他现在日本消息就说了 这次不在G20的会议里面谈论,但是很可能在ATA的会议里面 又会跟习近平见面了 大家看看这个态势,其实是不是中美双方都在抢自己的盟友 总体来说,大家会看到现在似乎西方世界又会逐个逐个找中国谈论 那些情况是怎样呢?就类似六四之后了,六四之后英国就首先派了一个密使 Mercie Credit去大陆,于是促城马畅安 当时的英国首相去了这个大陆,谈香港的机场的财务安排的 成为了西方里面第一个在六四之后去跟李鹏握手的 现在的态势跟六四之后差不多,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 似乎现在中国用所谓经济市场,希望能够打松外国西方的合纵联华 这个如意牌似乎就不像六四那段时间,怎么打得那么顺畅 为什么呢?第一,大家看看六四之后都相对一段长的时间 当时才透过马畅安英国作一个突破口,都熬了一段时间 当年西方联合看到中国市场相对松散 但是今时今日,你再从西方的领袖,西方媒体所看到的来说 其实大家的分开对中国的接触,并没有影响到西方 现在认为中国那方面是要两阵队员,所谓两阵队员是中西不是中美 所以眼前大家看到的形势,即使有不少的西方国家元首分开和习近平见面 这几天就会知道了,但是能不能够像六四那样去拆解对方呢?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所以你较早时候你看一下李克强 在十加三个会议里面来说,已经是不断去做很多枯薄的事情 而拜登来到亚洲之行,他又做很多落弱的事情 所以这个合中联合的结果是怎样呢?大家就放开来看,放上双眼看 而这个结果不会太久的,因为大家感觉到中西的抗衡 其实现在已经放在眼前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大家看看这次习近平和拜登之前见面 其实双方都扎起了个马,其中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美国公开说明,这次拜登和习近平见完之后 他们会向台湾通报的,我们两个谈了吗?我会向你通报的 北京那里自然大发雷霆,说反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双方接触之前的一个小阵 不过我们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经常跟很多朋友分析 看这些问题,你们要看三种牌 第一个是台面的牌,第二个是台底的牌,第三个是真的牌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先看台面的牌 台面的牌就是美国说要拜登和习近平见之前 首先来一个下马威先,我要跟台湾说的 大陆自然反对,按照外交上面很多东西 我们以前采访,现在都不断采访 其实这个是剧本来的嘛,中国又知道美国会玩这些东西的 美国又知道中国是会反对的,是吧? 所以这个放在台面的牌来说,大家就看到是假气真造就可以了 好了,跟着台底的牌是怎样呢? 我就说,无论美国有没有讲,我会通报台湾的 无论他有没有讲,他一定会两边,即是东美谈完之后 一定会向台湾通报,这个就是台下的牌了 大家反过来又会想,台海都是大陆和台湾 虽然两会是停了运作,即是海基会、海协会停了运作 但是大家又想一下,喂,这些这样的环境啊,或者大家的判断啊 你要知道一些底牌的嘛,所以在两岸之间又有没有一些 不是两会之下以外的接触呢? 那这个来说,怎可能啊?共产党怎会跟民进党有接触啊,是吧? 但是过去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即使不是直接跟民进党官方接触 你都会跟国民党接触啊,摸一下底吧? 喂,民进党里面也有不喜欢蔡英文的人的 你看每年福建举行那个海峡论坛都要用民进党去的 这些就是台底的牌了,真牌是怎样呢? 真牌就是大家又会想一下,即使拜登见完习近平 美国向台湾真的通报,我们跟大陆谈了什么呢? 但是内行的人就马上会预计得到 美国一定不会将跟大陆谈了的东西全部跟台湾讲的 一定是讲些不讲些的,这个就是真牌了 大家可以看到,哇,看外交好像是看电影的 说回今天拜登跟习近平见那个开头的protocol 就是所谓的礼节性,给记者拍照 这里又有一点小节了,采访惯这些国际场合的朋友 就会看得懂了,大家做出来的姿态 其实就是应验或者符合了双方或者美国放出来之前的风气 不需要看得太重,一定不会一次谈得到 但是呢,美国或者大陆本身的底牌都说 不会寻求对抗的,怎么反映出来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这次是习近平站在那儿? 站了多久不知道,但是习近平站在那儿 外交上身体语言的演绎就是说,我是主动的 现在我站在那儿,我扔你来 好了,拜登出来之后,大家握手 拜登就是四万个口,习近平的面容是相对严肃的 但是都有一点微微的笑意 但是有一个动作,不是小动作,一个动作 外交上很注意这些的,大家有没有发觉 拜登和习近平握手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动作 是拍拍习近平条腰的,是吧? 最初拜登就是两只手握习近平一只手的 这个就是西方表示热情的意思,友好的意思 中方呢,这些是中方自己的,人家两只手握你一只手呢 多数是指晚辈向长辈握手的,不过这个中方解释 而美国没有这套暗示,但是在人家的腰背后拍一拍呢 其实这个是代表,嗯,友好兄弟 跟着呢,习近平又用他的左手,是拍回拜登的右手的手肘 大家留意一下,那这些来说呢,其实某个程度上呢 即是说大家今次呢,某个程度上呢 都不会是一种抹脸式或者对抗式那种的姿态来的了 那当然呢,大家再看出来之后,一样是会有吵架的 或者有语言上面呢,大家互补立场的哦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就看一下了,无论说什么 这次呢,基本上,双方各自摆出自己的红线 摆出来,而未摆之前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对方的红线是怎样的哦 以台湾为例啊,大陆就说你绝对不可以给台湾 或者给台湾太多的幻想,你就可以了 其实美国一直以来,他的底牌就说,大陆都知道的 美国是不会给台湾独立的哦,因为这样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常常拿着台湾牌和大陆讨价还价嘛,大陆知道的 那不过呢,美国有个牌,大陆又不想的 就是他永远,或者他能力范围里面 他就不想两个人统一的,因为他统一了呢,对美国又没有好处啊 所以美国的红线就是说,你压台湾,压到某个程度 那大家平衡一下,但如果你真是动武力去解放台湾的话 美国的利益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亮出红线 大家再看看,未来这个形势,台湾问题真的要看两边的玩法 有没有专业了,很简单,刚刚美国中期选举了 美国民主党就保住参议院,但众议院那里来说呢 我只是按最新的情况,未来这两天又会有不同的演技 好了,假如众议院那里,共和党赢了,控制到 那未来的议长就不是佩洛西了,民主党是佩洛西 未来的议长就会去默卡锡了,默卡锡了 刚刚他都没真是赢到,没拿到控制权 他已经说了,如果他做了议长,他都会去台湾访问 好像佩洛西那样,你说这个是不是美国的朝野 即无论民主党,共和党,他的朝野里面的玩法 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不是 所以去到这里的形势,大家不妨再留意一下 他们今次谈了多久,三个多钟头 其实有很多其他话题,不单止是中美两边 还有一个话题要注意的,未必会讲得很透 但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在西方世界里面的时间表 未必一定是准确的 时间表是在入东或者深东那段时候 怎样去解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把他赶走这么简单 因为你把他赶走,他又回到第二次 所以现在究竟今次如果俄罗斯 他慢慢退出来了,你说他从章旗鼓再来过 还是说会影响到普京的地位呢 这个对西方世界来说才是重要的 跟着西方传媒就放消息出来 就是说今次拜登和习近平都会谈到俄乌战争的问题 其实就是究竟中国对俄罗斯政治上的支持 中俄关系以至北韩 大家看看北韩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导弹试射 是破纪录的,从一般的外界的观察 很多钱的嘛,你按下键,那些钱哪个支持呢 或者是不是在平时大陆对北韩很多的支持里面一个总数 总之他将这些钱扔下去,就是按键,试射导弹等等 这些来说都是牵涉到中美关系 因为北韩和俄罗斯其实是大陆、中国这边 最好牵制美国的牌来的 等于以前美国要反恐 中国和国际上就说反对任何的恐怖主义 包括美国,但是中国和美国的敌人 某个程度上呢,关系又不是那么差的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呢 今次的会议基本上呢 都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出现 那两边呢,是大家接触了创造的气氛 然后呢,各自拉马 东盟是最好处的 东盟你两边的时候呢 总之他自己不要行错棋 那东盟是最好处的,阿洲国家 所以这个呢,其实透过这些东西来多点看看国际形势 那个就更好了,是吧 好了,最新的情况跟大家分析了 那我们再观察一下,下次节目时间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